警方巡邏发现 这名穿着黑色上衣的男子 站在街头 跟远警对到眼 随即是将目光飘走 远警觉得怪异 于是上前问了一句 你是哪里人 没有想到对方突然发腿狂奔 想问个清楚 对方突然跑进巷子 拼命跑给远警追 当时远警巡邏同行 还有一名警砖实习生 也耿激警 展现飞毛腿 拔腿冲刺 追捕不到50公尺 就将这名男子拦下 一查发现原来外籍男子 来自越南 去年1月持观光签证 以观光的名义来台旅游 但原本去年3月 居留期限就到期 却不想回国 等于这段时间都在台 与其居留 日前外出遇到远警 才会心虚拔腿狂奔 尽管如此身份最后曝光 被远警逮到 送往专情队来收容 后续也将遭到遣返回国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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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 员 谢谢大家